吼槛 说说你 喝那么多干吗 昨晚上要不是小冉送你回去 你又不找混哪去了 我这么大一人了吗 喝泥酒能干吗呀 难不成被劫色 怎么了 来 喝点汤 没事 这孩子 对了 这次小展是我临时调回正希的 这外表的事还没安顿好呢 明天他得暂时先回去处理一下 你帮我在手机上下载个打车软件 凑合一个星期 我再给你拿点水果去 我要吃葡萄 有 妈 妈 昨天晚上 是董宁叔让小冉来接我 那他还挺有幸的 那 你们还有联系啊 董宁叔是怎么认识小冉的 妈 你是不是背着我去找董宁叔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和你爸爸是二婚 他第一个妻子叫董宁 就是董宁叔的妈妈 那个时候 再靠近一点 对 开心一点 我只是董宁的闺蜜 快来 快来 好 我调自拍了 调自拍了 董宁和你爸爸结婚后不久 就有孩子了 可在这之后 董宁 总是以身体不适的理由 拒绝和你爸爸有任何亲密的行为 董宁 当时你爸爸很痛苦 他甚至怀疑 董宁在外边有人了 怀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的 可那个时候 我作为他们的朋友 只能帮忙劝说 董宁叔四岁的时候 董宁 终于主动提出 董宁叔和你爸离婚了 离婚以后 董宁就把孩子的名字 从张明叔 改成了董明叔 父亲 妈妈不是第三者 妈妈是在他们离婚以后 因为和你爸爸一起工作 才和你爸爸好的 妈 董宁叔到底是不是我清洁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很害怕 所以 我就找到董宁叔了 那董宁叔知不知道 他有可能是我亲戚 知道多长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妈 你说有一段时间了 那这么长时间以来 董宁叔一个人承受这些 你们老说保护我保护我 为了我好 你们想过你儿子的感受没有啊 我就这么躲在我喜欢的人身后 让他一个人承受这些 我像个孬种似的 我已经长大了 妈 很多事我能承担 妈妈是为你好嘛 你能不能理解妈妈一下吗 我就会这样子 阿玮 阿玮 它 我来 那明白 哭吧 没事 有时候哭真的是一种解脱 你干吗呀 我没哭呀 我希望你在我面前 能做最真实的自己 哭出来吧 没事 我真没哭 你干吗呀 那这些是什么 难不成你拿着这个擦口水啊 我 我感冒啊 我就在这吃完很辣的面 就这样了 鼻涕啊 我都知道了 对不起 让你承受了那么久 你都知道了 回去吧 晚上喝这个 注冥 所以 你从现在开始就把我当弟弟了 按照你妈的说法 是我妈先有了第三者 然后她跟张海天离婚之后 你妈才跟张海天在一起的 我知道 我知道我这样说的话 你会觉得我在替我父母开脱 但我始终认为 他们仨的恩怨情仇 那是他们上一代人的事 熟是熟非 他们自己能解决得清楚 我心中啊 有一个很坏的想法 我希望是你妈出轨 至少这样我们就没有亲缘关系了 你这话 真是 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这要不是姐弟 什么都可以的 所以前面一起来 隐瞒 那间面 我们今天面对 家里面说 那么公园 感谢观看